主料 金像糕粉300克 辅量 米酒100克 奶粉15克 鸡蛋40克 酵母5克 糖20克 老面80克 盐2克 牛奶60克 玉米油15克 准备时间2小时以上 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 浇面粉加入厨师机内 加入100克米酒 再加入酵母 奶粉 鸡蛋 牛奶 盐 糖一起放入厨师机搅拌桶内 再将以前做面包留下的老面子最佳进去 开厨师机一大火一分半 转二大火10分钟 然后加入15克玉米油再留8分钟 揉圆开始发酵 看到发到两倍大小 用手指戳进去不回药就表示发酵好了 分割成三等份 滚圆松弛10分钟 盖上长桥 两边往中间折一下 松弛几分钟再盖一次 卷起来 卷成两个板卷就好 三个卷好的面卷放入吐司拇子中进行二发 发到九分埋以后表面喷水 送入180度预热好的烤箱烤制40分钟 十二这个是烤好的成品 可以撕着去哈 横切面 因为太软了只齿刀切得不太平 烹饪技巧 总结 这个吐司放到第三天都是软糊的 就是我切得总是不好看 不知是不是都不好 味道稍微有点跟以往的吐司 不一样 可又收不出啥味来 还有一点最晕的就是我本来说 最后还是拿出一块八十颗的面团 当做下次的老面 可是今天的时候死活想不起来 我到底拿出来没有了 所以成品这么高 哎 这脑子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你看 这个页指定的处理好处的 十七的页街 在一个碟吐司 先上似铁度 一剥大的烤白 ように也可能BIC 5000系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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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の张要